天獲墓,鳳獲珠,鬼祟登第三步,雲南重谷,燕正海港 就在我一隻手插緊黑雷蹄,正準備等著那具女士漂浮過來的時候,就有一隻黑雷蹄塞過去的時候 忽然之間,在我們前下方,慢慢地向我們漂浮,身上還閃著藍光的那條女士 就在她快飄浮到我們面前的時候,突然間她又消失了 這個過程絕對只有眨一眨眼的瞬間 眨一眨眼,你只是眨一眨眼,她就在你面前消失 消失到無影無蹤,日下子,四周圍,又重生翻到黑暗之中 什麼回事?你個究竟什麼回事? 我望望肥仔船和Shady,他們兩個人也面面相處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回事 但是,也沒有誰敢放鬆自己的雙手 我的手仍然是緊緊地握著黑雷蹄,肥仔船雙手拿著衝鋒槍 甚至已經開始有點緊張到戰鬥,而Shady也緊緊地咬緊咬嘴唇 她的嘴唇甚至已經咬到有點發達 無論飄過來的這條女屍,是妖還是鬼,我真是疑得 她就一於跟我們你死我活地搏過 不過,都好過現在這樣,突然間在我們眼前消失,又不知道 她究竟會在什麼時候,或者在哪個方位那裡,更前又出前 露啊,你說這條女屍,知不知道我們小時候遇見過的那條浮屍女鬼 浮屍女鬼?聽到肥仔船說這句話,我很清楚肥仔船的意思 她說的,是我跟她小時候曾經遇見過的一件怪事 我記得,當年我和肥仔船,大家升得十六七歲 但是,在這年紀,只是一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 所以,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一些事,往往會影響到這個人的一生 以前的河聰,比起今天來說,還是要清潔乾淨得多 當然,那時候那時候的小孩子也沒有這麼多機會去泳池啊,又或者其他更加安全、乾淨的地方游泳 大多數的小朋友,一到夏天就在河裡面,或者在池塘之中,瓶瓶瓶瓶地自己都自由自在地游泳 由於這些地方多數都沒什麼人看管 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大人有時就整天嚇個小孩 說那條河的樹啊,專門有些要捉替身的水軌 他們會用他們的軌爪,捉住你游泳的腳跟 如果一旦被它捉住,只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怎麼都爭取不到 你會被那隻水軌硬地把你拖入水底,焗死你為止 不過這些說話,對於我和肥仔船這些百賤精來講,根本沒有什麼作用 當然啦,我們小時候在小學一年級,已經接受了教育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是絕對不相信這些迷信的東西 在水裡面卡住你的腳的,只能是水草 絕對不是什麼水鬼,是鬼爪 後來,當我們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和肥仔船理所當然地,大家都做了紅衛兵 那時候就好了,基本上不用上課 天天到處鬥牛鬼蛇臣 那一年我好記得,那天天熱得好像著火一樣 我們整班人剛剛參加完那個批鬥大會 大家都不知道多麼熱,多麼累 剛好,這時候整班人就經過一個廢棄的蓄水池 在舊時,蓄水池底下已經積了不少泥了 但是上面因為有個循環系統在樹,所以那些水都還算乾淨 不過,這個蓄水池很大,很深,不是那麼容易摸到底 但是這個時候,很多人已經覺得熱得不得了 一見到有個水池,便宜得即時除大尺 下去就游個舊本 不過這個時候,還有幾個人比較猶豫 你們去吧,我不下去了 咦,做什麼呀?張小冰,你們怎麼不下去呢? 我們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來的 大家是一個集體的,要下去一起下去 咦,難道你打算趁著我們下去游泳的時候 透透地回去,告訴你爸爸媽媽媽嗎? 不是,不過我媽媽說過那些水塘那裡會有…會有… 咦,你這麼沒膽的 八一仔剛才都說過了 我們是一個集體來,應該一起行動的 你相信你媽媽那些什麼迷信的說法 說什麼水裡面有水鬼,會找替身,是不是? 咦,船哥,我媽媽真的這麼說過 我記得她跟我說的時候,你都在那裡 你都沒有反駁她的說話 咦,麻煩你,張小冰 不要生人不生膽,怕什麼呢?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是革命小將,我們是紅小兵 咦,就算水裡面真的有水鬼,嚇我們也嚇走她 這樣啊…這樣…這樣… 哎呀,你們幾個小朋友在那裡吵什麼啊? 咦,老婆婆,你好,婆婆好… 乖,小朋友,你真是乖,你們幾個在那裡吵什麼呢? 咦,婆婆呀,你這個張小冰咯,你說她多沒膽 她居然相信她自己媽媽的說話 說這個水池下面有水鬼捉替身,不敢去游泳咯 咦,哎呀,有些這樣的事嗎? 這樣呢,這位小朋友啊,你婆婆就認真為信咯 其實在這裡游泳都不知道幾個人啊 我個孫,整天都在這裡游泳咯 咦,剛剛她才走了,大家快點下去試試吧 真是好過癮的 嘩,原來這個蓄水池,天天都有人游泳咯 是啊,是啊,既然是這樣,我們怕什麼呢? 喂,喂,一起下去吧 咦呀,新水新汗,這陣子還不玩個舊本嗎? 在這個水池裡面,我們大家都玩得不知多開心 直到… 咦,我哥呢?我哥不見了…我哥不見了… 咦,什麼呀?你哥不見了?喂,他是什麼水來的? 咦,不認識他的咯 剛才參加完批透大會,大家遇到的咯 喂,你知不知道他哥哥是誰? 不知道咯 你知不知道他哥哥是誰?不知道咯 咦,大家都沒見過你哥哥,怎麼知道你哥哥有沒有來? 是呀,說不定剛才一起下水的時候,他小膽起來自己撂走咯 沒事的… 我哥…我哥呢? 咦,你回家找找找就行咯,說不定他早就回到你家咯 咦,那個沈蚊仔根本都說不清他哥哥究竟有沒有下水,又或者他哥哥有沒有跟我們一起來 所以,也沒有哪個小朋友太過留意這件事,玩了一陣,大家就輕盡而散 過了兩日之後,我和肥仔船又經過了這個蓄水池 來到遠一遠,就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樹,那天那個說自己不見了哥哥的沈蚊仔 這個時候,真是哭到不知道多麼淒涼 爸,不要罵我,我都說哥哥不見了,但他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 叔叔,發生什麼事? 叔叔,為什麼這麼大群人聚在那樹? 唉,真是陰鬼公,早兩日,整班小朋友來這個蓄水池玩 他們真是不知道死,這麼大群人,居然沒有個救生員 沒有大人看著,就夠膽下來這種地方玩 那個小朋友發現自己的大哥不見了,四周叫人幫忙 誰知道那群帥哥沒有信他,搞到他後來回家才跟爸爸說起這件事 你剛好他爸爸,就來軍區禮堂管口勤 即時押了一群人來幫他找兒子 剛剛放乾了水,就見到出事了 蛤,出了什麼事? 你說邪不邪? 本來聽說,那個十蚊仔的大哥,以前還參加一個省令隊 游水都不知道多麼出色 誰知道今天,居然在游水的時候,被水草賤緊了一隻腳 然後就拖到水底浸死了 什麼?浸死了? 蛤,真的死了嗎? 蛤,還有假的嗎?你們自己看看 蛤,真的死了? 我和肥仔船兩個人,馬上逼到水池邊一看 唉呀,真是認真恐怖 只見那個,跟我們差不多這麼大的十蚊仔 這個時候,全身紫障地,已經躺在地下,死了 他腳的樹,潛了一隻大窮水草 在他左腳纏繞著水草裏邊,居然有一隻白骨鬼神 正是這具人骨,將它緊緊地拖在水底之中 假硬地將它浸死了 令人覺得奇怪的就是,這個明明是儲水池來的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水草呢? 而且,在水草裏邊的這具人骨 雖然只是勾住了那個小朋友的腳 但是照計,如果這個小朋友游泳的技術真是這麼厲害的話 他應該坐力地蹬多幾腳 就可以將那些水草,甚至是那個人骨蹬開的了 為什麼?那些水草反而將它墊得這麼緊 還有,那隻白骨鬼走,抓住腳跟的地方 又為什麼會有一圈青青紫紫的顏色 就好像被人坐力地抓住腳跟,然後用力地向下吻 而留下的傷痕一樣 肥仔船,你看到那個白骨手握住那個人的腳嗎? 你說,你說,那個白骨為什麼會握人,握得這麼出力呢? 我都不知道,我說,會不會…這個人是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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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那種… 噓…不要亂說…不要亂說… 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夠膽相信,世上是有鬼的 即使信也都沒有人夠膽說 其實直到現在為止,我都想不明白 那個小孩子,那個紅衛兵,他是怎樣死的? 那隻白骨鬼手,是不是真是很用力地把他拖在水底 還是其他的什麼原因,使這個平時的游泳建章 無聲無色之間,就浸在這個蓄水池裡面呢? 最後,大家對這件事的解釋,就只能推在巧合上面 大人跟我們說,這個小孩子一定是游泳的時候 不小心將腳插進水草裡面,而剛剛好 水草裡面還有一個很早以前就浸死的人 於是糾纏掙扎之間,大家就纏在一起 最後,不斷地浸死了 至於那個,後來消失得無影無蹤 穿著一身白衣的老太婆 有人說,他是潛伏的台灣特務 有人說,他其實是以前的地主壞分子的後袋 總之這個故事,後來一直流傳了很多的版本 只不過,每一個故事裡面都沒有人看到 那個浸死的十蚊子,他左腳上面,被那隻白色鬼手 摸著他腳尖的地方,為何會留下一圈很深,很青的乳痕 這個故事令到我和肥仔船,在以後幾年的時間裡 都幾乎不敢走近池塘旁邊,也或者是河邊 因為一旦走過去,我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浸死了在燭水池底的那個十蚊子 以及捏著他的腳的那隻白陰鬼爪 現在,我們忽然看見在水底浮起的一具女屍 但是跟著又好像鬼沒一樣,突然消失 想起童年的舊事,我和肥仔船的心當然覺得非常恐懼 雖然我們明知,這具女屍發現在水底實中 只不過,是周圍實在太暗,我們雙眼根本看不到 這具詭異的屍體,依然會存在在周圍黑暗而幽爛的水裡 而且,我相信遲早她還會再次出現 但是,當這具女屍會再次出現的時候,究竟會發生什麼呢? 鬼才知嗎? 想到這裏,我的心就更加不安樂 看來無論如何,我們都只能夠盡快地通過這片幾陰森又恐怖的水域 我們躺力地向前游著,游過了幾百米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觀察出來了 這個山洞就像個狐狸一樣,呈圓狐形的 游游下,我們的速度只能這麼慢下來 因為,因為在這個刷牙的洞穴裡,水面都被巨大的花石樹分割到枝離破碎 形成了很多漩渦、亂流 已經再不能夠以賴水流的方向來判斷 一旦走錯了少少方位,那就要用指納針重新定位 喂,白仔仔,你覺不覺得有點不妥了? 什麼不妥?你覺不覺得? 這個時候,在前面飄過來的水草,好像轉來越多 什麼?水草? 其實,不用肥仔船提醒,我都已經發覺 走過了這段路之後,不知為什麼,前面飄過來的水草越來越多 沒辦法,我們只好拿出貢兵產,不停地將水草撥開 但是,那些浮瓶和水草就好像有眼那樣,不停地向我們湧過來 喂,白仔,你看一下,那些正在飛過來的烏鷹,大到真的好像蜻蜓那樣 什麼?我順著Shirley指的方向看過去,只見在沒有多遠的前面 有一大群,每一隻都好像蜻蜓那樣大的烏鷹 只是慢慢地向我們這邊飛過來 你說,你說那些真是烏鷹? 怎麼會,牠們怎麼會長得這麼膠關的? 是,我也是第一次見 你看,你看水面那些蜘蛛 我跟著凌轉一看,只見在水面那各aires 有幾隻蜘蛛快速於我們身邊踏過去 那些蜘蛛,有塊磚頭這麼大的 啤啦 啊,这些蜘蛛,认真真是得人惊, 喂,闭嘴,你发不发现, 这里有种东西,好奇怪的了, 是啊,我也发觉错了, 啊,什么事这么奇怪, 为什么,为什么我好像, 一点都觉察不到这样的, 你觉不觉得了, 啊,这里无论是植物,也或是昆虫, 都好像比外面那些带很多倍那样, 什么,真的这样, 其实,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在水面上忽然间会有八个蜘蛛, 虽然的样子很普通, 而且一见到生寶人, 就要马上避开那样, 只但是, 这些在外面, 难得一见过巨型昆虫和动物, 除了令我们觉得胆贱心惊之外, 我还发现, 有些令我们觉得很离奇, 古怪, 甚至有一些恐惧的事, 就是, 在我们进入山谷之前, 曾经见过, 在那些怕臭草的包围当中, 露出一只, 黑着很多符咒的火红的狐狸, 根据狐狸上面, 黑着的名文表示, 这只狐狸, 亦都是双周时期, 就流传下来, 而且上面, 还记住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其中, 亦都有提到, 在这段神秘地下河之中, 有可能预见的种种怪异生物, 其实, 你们怪异的生物, 究竟, 它们对人类会不会有危害呢? 在这一大段黑暗的河流之中, 究竟, 它又会出现, 几多个我们事先想都想不好的秘密呢? 鬼吹灯第三部, 云南重谷, 故事整理, 改篇, 临经, 音效制作, 郭建文, 郭静熙, 愿生, 愿死, 献获舞, 风获珠, 鬼吹灯第三部, 云南重谷, 燕正开港, 在这条黑暗的河道里边, 我们忽然间见到, 很多好像青瓶这么大的乌鹰, 好像拳头这么大的蜘蛛, 在我们面前的水面飞过, 爬过的时候, 一下子, 我们大得吓得有点呆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为什么忽然之间, 我们见到这些, 看来应该是很正常, 很小的昆虫, 突然间都变得大了这么多, 难道, 难道这个鬼地方, 不是, 不是这些植物, 和昆虫变大, 而是, 而是我们变小了, 我们不知为什么, 被人缩住了, 是一个, 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是经历了这么多怪事之后, 难怪肥仔船会有点疑神疑怪的, 我定神仔细地想一想, 无可能, 如果我就算, 真的遇到什么怪事, 被人缩小了, 订出来一个秘密的, 很神秘的地方, 那我们这些衣服呢, 我们手上插着的枪呢, 他不会也跟着我们的人, 一起忽然间自动缩小, 这样实在太不可思议, 只不过, 我想, 在这个, 那些树木都可以跨着几千年, 成为化石的地方, 一定也有些很神秘的原因, 才会使他显得, 是这么古怪, 忽然之间, 一向以大胆著青的肥仔船, 也都开始有点声沉沉地哀起来, 我吓着一跳, 马上定神向前边看一看, 只见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有一大团一大团黑股热的东西, 正是向着这边飘发过来, 这肥仔船刚刚发出叫声的时候, 突然间, 那些本来一团一团大约好像车车那么大小的黑件, 突然间, 突然间就向着前边, 他一团一团地跃动了上来, 你们是什么来的呢? 飞鱼? 不是吧? 如来越变这种体验, 随着水底里面, 这一团团黑股热的东西, 离我越来越近, 我再仔细看看, 看清楚了, 这一团团好像车车那么大小的东西, 原来一只一只很大小的红杯蝉垂, 也都是红杯急鬼, 一只车车车那么大的蝉垂, 真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而且他还不是一只, 而是在商户之间, 商隔大有一米多的地方, 就有一只一大团一大团, 这些很大小的红杯蝉垂, 正是不停地向着我们这一只可而来, 每只红杯蝉垂, 背贴上面都生半了, 一块一块大约有鸭蛋那么大小的红色的肉脑, 在那个肉脑上面, 还留着一些看上去都不知道有毒啊, 因为没有毒的, 很难看的滑散散的线体, 而他们灯实的那对红色的双眼, 更加好像一阵阵大刺的红色探照灯一样, 向着我们这边一路直迫过来的时候, 实际上好像就要将整条河都对映照得一片血红一样, 快点避,快点避, 这种红杯蝉垂, 背上的毒很厉害, 一旦它噴发出来的话, 被它射中, 后果不堪刺上啊, Shirley毕竟在美国的国家地理雜誌那里, 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记者, 所以就算是一些奇怪的生物, 它都能够一下子辨认出它们的特性, 不过这个时候都不用Shirley警告了, 一大群这么大只的红杯蝉垂 一起向着你扑过来的时候, 最聪明的办法都是起码稍先将它们避开先的架, 喂, 大家看看, 左边那树有个很奇怪的平台, 由你无理, 快点爬上去先了, 好, 于是我们三个人, 马上就向河岸的左边扎路直游过去, 幸好是河岸的左边, 有一个看上来是很平稳, 面积也不小, 逐逐给我们三个人蹲下, 卓卓有余的平台, 咦, 奇怪, 在这个那些字字丫丫, 连树木都成为化石的, 这样的黑暗河岛里面, 它会有一个人工收作出来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究竟有谁弄出来的呢, 难道这个平台又是收建献王墓时候留下的遗迹,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平台又有什么用途呢, 会不会跟刚才我们见到的在水底浮出来的女尸, 以及这些一大群一大群, 红杯蜡蜡的有关呢,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更加心急的肥仔船, 已经动手, 用弓兵铲, 和散兵刀, 将平台上面那些藤蔓啊, 枝丫全部削断了, 很快就将这个平台 清理出一块非常干净平稳的地方, 喂, 肥仔船, 很少见你这么努力, 打数卫生的, 我才没有你这么好气, 我看呀, 你突然间出现的四四方方平平稳稳, 看上去世事正正的平台, 肯定是人工收作, 说不定, 这个是人家以前以为祭祀献王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里面有什么机关, 收起什么贵族的名气, 这样被我拿到, 是到时候就真真发达咯, 哈哈哈哈, 哎, 你这个东西, 看来, 只是想着钱, 和其他另外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头脑才会变得这么精明, 哈哈哈哈, 八一仔, 喂, 你这么说法, 究竟是赞我啊, 还是浪费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喂, 不要这么大声, 要不然, 惊动了那些蜆锤, 它们全部跳上来, 我看啊, 那时候, 你们还能去哪里, 这么说, 这么说, 咦, 你们看看, 肥仔船头先, 割开了藤蔓之后, 虽然我发现, 没有什么机关痕迹, 但这里, 就有一幅幅, 吊了在岩壁上面的画, 咦, 有幅画, 咦, 我和肥仔船两个人马上也马上红过来一看, 只见在平整的石台上面, 原来画着一幅一幅的凤雕, 我们人类的祖先, 大约在石器时代, 就已经有一种结成纪事的传统, 随着文明的发展, 好像石刻, 岩画, 浮雕, 这些最直观的, 记录事情的表现方式, 就成为了全城文明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画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一幅幅浮雕, 终于可以断定, 这个一定是一个举行重要祭礼的场所, 所以才会留下大量的图容讯息, 给后人以直接的启示, 而岩壁上面的那些一幅幅伏雕, 也都是好像日像章连环图一样, 杀石之间, 两千多年前的秘密, 一下就涌然在我们面前, 显然在浮雕上面画的是几千年前, 一种神秘的祭祀儀式, 但是在其中第一幅画上面, 就画着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 有斜鹿这么大颗的红杯闪彩, 只见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上, 有一群头上插着羽毛的土人, 正是坐在一只只小船上面, 手上都拿着一条抢肠的竹竿, 这些竹竿和木船, 我们之前都曾经见到过, 当时都不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用, 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 一只只木船上面, 绑着很多只很大的大蜆锤, 可能那些大蜆锤, 都是被那些土人在附近捉到的, 用承索扎到它都不知道多么实际, 那些大蜆锤, 抹大着它的大嘴, 表情显得非常惊慌, 似乎已经开始为自己直障面临的命运恐惧, 在尽力地挣扎, 虽然这些话很简单, 但是又很生动, 使人一体之下, 就会看到一种大规模牺牲杀落的悲惨气氛, 几个头上插着羽毛的土人, 在一个牛带牛角黄金头盔的 手练的指挥之下, 同时用那些长竹杆吊起一只大蜆锤, 将它举向半空, 伸向化石森林石壁上的一个洞里面, 洞后的树正是冒着滚滚的黑气, 后面一只木树, 摆放着几只已经变得很小的蜆锤, 显示出一副死不灵目的表情, 原本圆滚滚的身体已经变得干净净, 而且这些死蜆锤石刻, 欠得毫无生气既卑狼又恐怖。 看了这幅画, 我马上就联想到之前的山神庙里面, 看过种种奇怪的事物, 那个黑暗山神左右角着一只山鬼伏侍, 一个捧着一只火红色的石头乌鲁, 另一个就扎着一只正是跳跳扎的蜆腿, 原来这个正是表明, 你会镇守着你座大山的神灵, 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里面, 而且当地人在无私的指引之下, 捉了大量的蜆锤来供奉他。 看了这些画, 我反而有点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 这个半天然半人工开作出来的狐狼洞, 应该比献王墓历史还要做得多, 如果要穿过这个狐狼洞, 到达狐狼咀方向的献王墓, 看来一定要经过那些土人, 用蜆锤掉进去的那个洞口里面, 而在洞口里面, 说不定, 那个山神爷爷就在里面等着我们了, 我一时间都还没反应过来, 什么话, 那个山神爷爷等我们干什么呢? 难道想将我们当成这些狐狼地吃掉他? 我说他是什么神, 除了毛主席, 老子怕他谁? 就算有个这样的黑骨勒白, 冒着黑鲜的石洞, 老子都不会怕他, 最多我拿着冲锋枪冲进去, 如果他乖乖听话的就算了, 如果不然, 老子一说死蛋, 到时就说, 我要他这个山神都做不成, 你乱说又是干什么呀? 古代人虽然非常封建迷信, 我都不信有什么山神, 如果有的, 我在昆仑山那树, 画了这么多年的地洞, 早就应该挖到过了, 我想说不定在这个山洞里面生存着某种, 我们不知道的野兽, 当地那些愚昧无知的土人, 就将他当成山神而已, 那也有个道理, 如果不是, 为什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呢? 古代人只不过没什么文化, 今次被人捆不住而已, 好了, 我想你们不要太在那里乱估, 落定论了, 你们看下这幅画, 水底的女尸, 刚才我们刚刚亲眼见过, 我想山洞里面, 真的未必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这样才想起, 原来这树还有一块, 我们没看过的石刻画, 仔细定眼一看, 这幅画上面, 画出一位面色漆黑, 非常冷酷的神灵, 与其说这个是神, 但是他面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生气, 反而显露出一些 根本察觉不到的阴气, 在他身体的周围, 围绕着无数的女子, 这些女子显然都是死尸, 一个个, 兴奋在地下, 仰面朝天, 上手伸开, 谁在他们左右, 上脚, 摆成个圆弧形, 似乎是用反关节的力度, 在地上扒行那样, 这条女尸的特征, 和刚才我们看到的突然间出现, 也突然间消失的那条女尸, 真的好像几乎一模一样, 照这样说, 他们应该不是尸体, 而只不过是走失了自己的魂魄, 如果不是, 刚刚才才见过他一面, 我们是怎样会感受到, 他突然间对我们有这么强烈的仇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道那个, 空向献王墓的, 另一段路的那个山洞, 已经有几个几千年的路妖成精, 正在盘踞其中, 那些女尸实在太古怪了, 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的尸体已经浸在水里面几千年,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腐烂, 而且我始终感觉到, 这些尸体里面的浮屍, 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些, 因为他们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强烈的怨愤之情, 这种怨念是这么强烈, 虽然已经隔了这么久, 但是依然还可以很强烈地传达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再仔细地看了几次那座化石製台, 但是製台的那些浮雕之中, 保留下来还可以辨认的部分已经不多了, 其他的画面根本再也没办法找到任何的线索, 不过过往的经验给了我一种不长的预感, 于是我马上征求了一下Shirley和肥仔船的意见, 这个葫芦形的远古山洞, 葫芦咀的位置就是献王墓的圆弓, 现在我们已经很接近我们的目的地, 但是越是接近目标, 这段路就越是难尿吉凶, 谁都搞不清楚那个所谓的山神爷爷, 他的真面目, 还有就是, 这些死了的水中浮屍, 可能就是我们马上要面对的最直接的威胁, 肥仔船听到我分析, 虽然他的人都有名胆生无的, 但是一想到, 那个黑面山神, 说不定听我们所说的, 应该是千年以上的僵尸精, 哎呀, 今天真的认真别搞了, 他的意见是宁愿兜着脑子, 最后这段路程, 我们一定要避开他再说, Shirley听到不禁走走眉头, 我想, 这个祭台上面画的画, 那些浮雕, 可能大部分的信息都是真的, 只不过, 古人又在上面, 可能加了一些夸张和加工, 但是我想, 那个黑面山神, 未必就是什么老僵尸, 因为古人又怎么会将僵尸当成生, 那些人又在上面, 反而, 我觉得在水底上面, 曾经出现的那句裸丝, 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当时我见到他全身赤裸, 就好像笼袖在一层, 幽命的光斑之中, 这句女尸一出现, 就会使人感觉到, 有一种, 不知怎样解释的忧伤, 就好像有某股强烈的怨念, 一时间就在你身头升起一样, 我想, 现在他虽然消失了, 但是在前边路上, 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 这些赤裸的女尸, 都不知道真的有什么用的, 对他们, 认真是不可不防, 我跟肥仔船一听到Shirley讲话, 裸体女尸这几个字, 但是他们一起惊叫了声, 到我知道自己说错话, 掩住嘴的时候, 已经迟了, 哎呀, 为什么我居然会跟肥仔这个家伙, 说完一样的说话呢, 而且还说到几乎一个字都没错, 难道我的内心同一样, 都是这么流氓的吗? 刚才我见到那具女尸, 突然在水底浮起, 而后来又突然无声无色地消失的女尸, 当时因为发生的太突然, 所以我根本又没有注意到, 你这女尸是不是赤身可体, 我只知道浮在水面的那具尸体是个女子, 而且似乎很年轻地身上笼罩着一层凄烂的白光, 现在回想起来, 似乎那具真是裸体的尸体, 但他为什么要不穿衣服呢? 难道被水浸难了? 忽然之间, 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想走进水道里面, 看一看, 那具女尸会不会再出现, 我很仔细地望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裸体呢? 而肥仔船显然也打着同样的主意, 他忽然间又很慷慨激昂地对Shirley和我说, 已经来到这里了, 没理由你这个时候才打肚腾的, 我想现在应该动手向前的了, 总之是一月带上防洞玩具, 捐入这个胡佬洞里面最后一程, 华之他有什么僵尸鬼怪, 总之我们不怕起床, 排除曼南, 那一定可以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见到我和肥仔船突然间变得这么积极, 这么慷慨激昂起来, Shirley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很好奇地望上我们, 我怕着肥仔船兴奋起来, 继续暗沉下去, 说多两句, 万一被Shirley识穿了, 那就认真够笨, 于是我暗中拉拉的衣衫, 小小声说, 喂喂喂, 不过你这肥仔船, 对了对了, 不用扮英雄, 扮就这样慷慨激昂, 行不行? 明明就想看看, 人家打出屁股是怎样的 那你有这个心 大家小小声 你知道我知道就算了 说小句 不会说你死的吧 闭儿子 你都不要吓了 把这件事推在我身上好不好 是啊 我是想去看看 那句是不是 我推的女尸来的 难道你不想了吧 嘶嘶 你又想 我都想 鬼吹登第三部 云南重谷 故事整理 改篇 立境 音效制作 郭建文 郝静希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